躺平剧情模式 我竟然把队友给卖了 兄弟们 注意看 这是我的床 这儿是我的队友 然后 没错 他被我变成了炮台 还被我卖了 得到了 3200的金币 加64的闪电 哇塞吧 震惊吧 这个呢 就是躺平发育剧情模式里的 最新隐藏玩法了 我愿称它为 卖队友流 只要咱们学会这一招呢 就获得大量金币和闪电啊 从而让咱们 直接礼于月龙门 想升级啥呢 就升级啥 哇哇哇 冷个666 我要学 我要学 好好好 还有谁和秀妹子 一起想学的 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天天更新天天赞 老过去我懂 小伙伴们 快快跟我一起吧 呃 其实我是想说 那就继续往下看 开局啊 咱们尽量跟着队友走 选择的房间呢 隔壁最好也有人 哦 接下来呢 就到浪哥我表演的时候了 咱们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继续发育 玩的呀 咳咳 怎么会呢 咱们呢 要把床和门 先升到二级 这样呢 在卖队友的时候 就不会轻易的 被列幕惹偷袭了 哎呀呀 首先 点击咱们自家的地板 再点击队友房间的建筑 就队友这个床哈 然后呢 就会看到建筑建筑 咱们直接建造 看 他的床变成了炮台 每秒变成了 加四的金币 接着啊 重复刚刚的操作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队友的床 等级太高 不然很容易让他发育好 直接把联盟者给打没了 哦 但是 这种好的机会 我怎么能错过 咱必须给他床升满级 哎 直接加512金币 谢谢啊 不客气不客气 然后呢 坐等他建造建筑 就比如炮台 发电机啥的 哦 啊 你这建造得太慢了吧 还是啊 我来帮你吧 咱们呢 还是用刚刚的方法 给他直接升级发电机 哦 OK 发现到这里啊 建造得也都差不多了 咱们直接给队友卖了 刚刚是怎么把队友卖了呢 其实啊 就通过点击自己的炮台 再点击队友的床 然后选择拆除 直接就可以卖掉 哦 这样 他房间内的其他设备呢 也都归我了 嘿嘿 看到没 一波操作下来啊 直接五万五多的金币 我就问 还有谁 嘿嘿 有钱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升级 咱们自己房间的设施了 再来几台发电机 别急 如果没学会呢 咱们再找个队友试一试 哎 就咱们下面这个了 你不要过来啊 嗨 我是来帮你的啊 你看你现在三个秒十六金币 哇 直接给你加到五百一十二每秒 然后发电机 再给你升级一下 看你见得差不多了 那你就 去一边看我怎么打败联盟者吧 我的人 我 我 好了 回来呢 再升级咱们的门 瞧瞧 一接大金门 再看联盟者呢 现在才四级啊 看他怎么闹破我的门 你看什么啊 嘿 看的就是你 不复来找我啊 我大金门 有 开了个什么挂 我这怎么是开挂呢 我这明明是靠实力嘛 臭不要脸 嘿 听说我臭不要脸呢 你这队友 是不是觉得你离我远 我就不能把你卖掉了 哼 我只能说你啊 太天真了 看我给你升级小床 再给你卖掉 看你还敢不敢说我了 其实呢 这个也很简单啊 前面的步骤跟之前一样 不过 点击队友的小床时候啊 咱们需要先调整屏幕位置 然后点击队友的头像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点击到队友的小床 从中给他升级了 哇塞 你们看 我现在有这么多的金币和闪电了 来吧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咱们直接跳过建造环节 展示最终画面 诶 编冲者来了 一炮带走 开炮 怎么样 兄弟们 我这还没到圣光炮台呢 就直接赢了 是不是很nice呀 好啦 小伙伴们 这就是今天的卖队友的玩法了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呢 学会了的 也快去暴虐联盟者吧 最后呢 别忘了把赞留给浪哥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